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17號在電話會議中向記者透露 正在未來幾個月安排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且不排除選定10月在意大利羅馬舉辦的G20峰會上 如果對於安排美中領導人會面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向記者回應 此舉不代表兩國關係有所突破 而是為了體現拜登的外交承諾 並且提到美國對中共肆意踐踏新疆人權 打壓香港民主以及企圖恐嚇台灣等關切議題 仍然持續存在嚴重分歧 而拜登除了剛與俄羅斯總統普丁結束會面 先前也接近了亞洲領導人日本首相菅義偉與南韓總統文在寅 並在會後的聯合聲明中都提到了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 上週結束的七大工業國峰會的公報中更明確寫道 要求WHO在中國境內徹查疫情源頭 面對國際日益關切的中共問題或都將成為拜習未來會面的交鋒重點 新唐人演的電視堂間 真理報導 好幾天大工業 如果兩者有一句兩者也是頂級在是 非常負面的地方